局部练习好,整体却画不了 下面一分钟四步骤讲解山水画中整体层次画法 第一个技巧调弹墨,先画远山试一试 喷壶打湿纸面,八分杆再下笔 远山虚,形色与云雾分不太清楚 墨色需要湿纸渗化,形成柔和过渡 顶部轮廓虚实无规律 受云雾影响,有虚有实 云中有山,山中有云 二,在此基础上稍加浓墨化中远景 此时只相对干一点,逐渐出干笔和非白 山石机里逐渐清晰,枯笔向下引出原物 干后层次拉开 三,再加浓墨化更近的山 此时山石机里更加明显 注意石块分割有大小变化 干后发现黑白色块对比更加强烈 层次进一步拉开 四,再加浓墨化进景山 进景山的墨色黑白对比更加强烈 鲜化远山的好处在于条墨有对比 但墨基础上一点点叠加 进景石块强烈的黑白对比拉近了距离 有了层次,在画树木时也有了墨色参照 这么好的教程点赞收藏吧